这也太炸裂了 在广州居然有28元的糖水支柱 80多款选择 吃两碗就回本了吧 我酸酸 有小伙伴跟我说 远景路这边有一个28元的糖水支柱 据说他们家有特别多种种类的糖水 28元的这个价格真的是有把我震惊到 咱们今天就去试试看 走吧 真的是28元的甜品 这就是他们的甜品菜单 除了中间的饮品小吃加料 是不在自助里面的 其他的都是可以点的 像除了看下来50多种肯定得有了 他们家是28块钱 从点单的那一刻开始就计时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他手轮是能点两份 咱们来看一下他的正殿之足 我感觉明明应该分量会很大 我看上了这个开心果子 榴莲类的也挺多的 榴莲长粉那一个 长仔肉松包 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包 他们家准备真的好多啊 抓紧时间研究一下菜单 好好吃 这个包就是我童年的回忆 我还买了一个紫菜蛋糕卷 酱好多啊 这蛋糕体好绵啊 它里面的沙拉酱 酱咸咸的 我懂事寿司的错觉 哇哦 蛋糕介的酱多多 这玩意儿才7块钱 很沉 不能带吃了 等一等咱们的甜品 虽然说只有一个小时的点餐时间 但是他们上餐真的很快 才两分钟左右吧 第一份就上来了 这一碗是开心果糊 分量真的很大 咱们来炒一下 它上面撒着开心果煎土 特别增加口感的 好浓的坚果味啊 它是那种比较稠的 它碗看着大 但是其实它的底就到这 我要振分多秒 快点吃 多点几样 说实话28块钱糖水 做成这个品质 真的还蛮不错的了 它第一轮是可以点两份的嘛 所以我还点了一个榴莲肠粉 全部都往贵了的单品点 大家有没有吃过榴莲肠粉 哇 它里面有好多的榴莲果肉啊 它这个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肠粉皮 外面是这种像枝梨一样的口感 滑滑坦坦的 这个榴莲虽然是冷冻的 但是给的量还是挺够的吧 它外面这层皮也是有味道的椰汁味 这和刚刚的那个绿水鬼比起来 它就要甜很多了 看我把皮子摊开 一坨榴莲肉了 太爽了 好多吃的呀 第二轮打算点这个招糖大满罐盒 焦糖布丁 这些后面加水球的咱们就先不要了 咱们的焦糖布丁上了 上面这个焦糖的颜色烤盘是蛮好看的 把这层焦糖盒错破 这款就很甜 因为上面有这个焦糖 然后它底下是炖蛋 炖蛋下面是冰冰凉凉的 它这个炖蛋本身没有特别甜 这焦糖很厚 所以嚼下去还会咯滋咯滋有点脆 我怎么都已经感觉有点失策了 这个是他们的招牌大满罐 这份量是真的大 但它这里面的料也是真的足 鲜草 芋圆 莲子 红豆 桃椒 它这个底是牛奶底 尝尝它里面的料 哇 这莲子好绵啊 它的莲子都好大一颗 很绵很绵 快看它这里面的桃椒 也蛮大一块的 红豆的部分 红豆很甜 仙草 芋圆 我觉得这里面莲子最好吃 已经差不多了 像现在只割了20分钟 但是可能我前面吃太急了 我先歇一会儿 吃包辣条看下下一锅点什么 刚刚小姐姐给我推荐了 说这个香芒榴莲很好吃 还有说可以尝一下他们的姜状奶 28块钱的话 我觉得两份就值票价了 三份以上的话 专家可能不亏 但你肯定赚了 四份以上的话 那就是雪赚了 我在它的推荐里面 我先点了一份香芒榴莲 先是贵的 上面是椰奶 下面有好大的榴莲果肉 还有西米 还有芒果 像在广州这么多美食 真的很推荐大家来 一定要尝一下广式糖水 种类非常多 它这个芒果好甜好糯 好喝 这么大一坨榴莲 很严重 我觉得我雪赚今天 他芒果好多啊 叹当 这个是小姐姐推荐的 姜状奶加桃椒 上面好多桃椒啊 姜状奶 好嫩啊 我觉得姜状奶反而还解密了 它那个姜味特别浓郁 好滑啊 真的就是 下至梅牙小朋友 上至梅牙老太太都能吃 完全都不需要牙齿的参与 它这姜状奶的口感哦 有点像豆腐花 很燃 它们姜味比我在顺德吃得好 要重 我刚问了一下 它们是可以花生和黑芝麻拼的 咱们就拼了一个 这样可以尝两个味道 小姐姐 上一个花生拼芝麻的 其实我刚刚真的很想点绵绵冰这一块的 因为我看点评上面 绵绵冰好像要这么大一碗 吃一碗可能就吃不了其他的了 谢谢 好 然后那你做的还有十分钟这样 还有十分钟 再加最后一个咯 没事没事 你要加两个能吃的碗子就加没事了 双皮奶加芒果 其实我一开始来的时候 已经做好准备 一个小时可能只能吃两三份 就从他们出餐的这个速度上面来看的话 我完全是多虑了 黑芝麻拼花生糊 先吃芝麻的部分 它芝麻糊有点甜 但是芝麻糊很滑 很黏 这是花生糊 它糯米粉没有酱很香 所以喝起来不会有一坨一坨的那种粘力感 搅在一起 全被黑芝麻糊给淀污了 搅在一起好香 我真的很喜欢喝糖水 我以前小时候我妈妈煮绿豆糖水一大波 我一个人就能吃掉 这个是芒果双皮奶和芒果的量真的好多 它这芒果选得好好 尝一下它的双皮奶 双皮奶的话还是买记得更好吃了 它炸的也蛮不错的 挺滑挺嫩的 就刚刚小姐那一跟我说 一个小时之后就不能点了 但是可以在这里做的是很久 所以我决定最后再点一个 然后坐在这里慢慢吃 小姐姐可以给我纸上半碗吗 半碗是吗 对 新粥渣渣 纸上半碗就可以了 我就不点了 最后的那个新粥渣渣 我让它纸上半碗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这是最后一碗了 新粥渣渣 它平均的出餐速度 一分钟都不用 料看着还是蛮丰富的 有各种各样的豆子 它还有西米 还有芋头 就像合法榜粥 尝一下这里面的芋头 芋头虽然是块状的 但是好绵 我现在已经是12分饱了 感觉吃了一肚子的水 食材用料真的很实在 但它作为一个自助来说的话 量确实是太大了 毕竟大家来吃自助的话 肯定是想要吃更多口味的嘛 所以建议大家来吃的话 最好是两个人一起来 这样就可以吃到多种口味 今天吃下来 我觉得最值得点的就是 开心果汤 然后就是榴莲肠粉 再就是姜状奶 一个小时的点餐时间 我觉得是绝对足够了 他们出餐速度很快 糖水的甜度 从我个人出发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值得 麻辣大学 今天这个28元的自助糖水 性价位怎么样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